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共责单位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员 我们研究的是国家间关系 所以它是international 国家间的关系 但是我们今天用的分析框架和分析视角 主要是世界政治 world politics global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它跟传统的国际关系 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 要进行一定的学理性的解释 其实相当于就是说论文开始要方法论 那么第二部分 我们说一说这个全球化怎么来的 以及全球化 这个过程中 中国和美国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 其实我在各种场合的教学交流中间 我会发现出了我们这个学科 许多人其实对中美关系 这个来龙去脉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是理解的不够准确的 因为这恰恰是因为我们宣传的结果 因为在宣传的时候 中国历史上 在这个冷战的过程中 我们扮演的角色 我们在两大阵营中间 来回的 这个 就是不是来回吧 就是曾经在东方阵营 然后到西方阵营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所扮演的一些角色 它可能比较特殊 所以在宣传的时候 它跟 我们从学术角度来去理解它的时候 它可能不完全一致 所以我们要解释一下 全球化怎么来的 第三 全球化对美国 中国和世界的重塑 第四部分 我们最后说一说 全球化 它的未来 以及由此而塑造的 中美关系的未来 叙事 第一 我们说一说世界政治 什么是世界政治 它跟传统的国际关系 视角有什么区别 从传统的国际关系 顾名是 international 我们经常为了说清楚 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差别 我经常会喜欢举这么个 打这么个比方 国家间关系 是假设这些主权国家 它是独立的 完整的 是吧 你可以想象这么个画面 有两百来个大大小小的 国家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大大小小的土豆 放在一口大锅里边 是吧 或者是一个大的一个容器里边 现在你进行这个 这个逃选啊 或者说让他们滚动啊 那么你要去预判 或者理解 这个土豆互相之间的碰撞 是吧 互相之间的磨损 你首先要关键关键关键是什么 分析这里面大土豆跟小大土豆之间什么关系 是吧 它之间怎么碰撞 小土豆跟大土豆之间碰撞关系 这是传统的国家间关系的逻辑 但是世界政治呢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是在这两百来个土豆 已经放进一口锅里边 锅里边有水 锅下边有火 过后解释那个水和火分别是啥 进行了几十年的喷煮之后 这个土豆跟土豆之间 有些土豆已经就煮酥了 有些已经脱皮了 有些已经煮成土豆牛了 所以呢 这就是世界政治跟传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差异 传统国际关系是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 假设这些土豆还软整 土豆 这个土豆跟那个土豆存在重大区别 但是世界政治的时候 其实我们讨到的是 可能是一锅 这个土豆泥 或者那里边有一些土豆 没被煮烂的 是吧 比较顽固一些的 或者靠边上一点的 这个水和火的作用不够到位的 它还是相对完整 在中心位置的那些土豆 它可能已经被煮成土豆牛了 这就是我经常给学生打的比方 国际关系跟世界政治存在这个中国的区别 那么我们从传统国际关系视角来理解今天的世界 是什么 那就是冷战中美术大三角关系的 其实是一个延续 这个故事其实并没有结束 那么冷战期间 这个大三角 那么理论上来讲 我们还存在欧洲的一些国家 比如法国 它也是核大国 阿尼克常人类似国 老牌的帝国 殖民帝国 但是到了冷战时期 它已经没资格成为一个最顶级的玩家了 那么还有一个人口大国 印度在冷战时期 它的独立性不够 战略性不够 当时它不适合核大 冷战时期大三角 主要就是中美术 那么我们第一代领导集体 毛东同志和他的同志们 和他的战友 那他们对于这个大三角思考是非常多 有非常多内部文献 体现出他们讨论大三角内在的逻辑 以此来决定对外战略 而且我们后来事实上看到 他们所做的选择 是基于这样一种自立性的探索 说到自立性探索 我们大家看到这张图上 这张图上是个电影的截图 三个枪手要决斗 他们站在一个短边三角形的顶点上 每人都把枪给大家出一道题 可以拿张纸测试一下自己的自立结构 那么其他条件都一样 唯独三个人的这个枪法的实力有差异 甲是100%的准确率的神枪手 打随随时 乙呢 他大约是80%的准确率 丙呢 只有50%的准确率 两枪里边能够打中一枪 所以 更加重要的一个信息 是甲乙丙三方 他们都知道这三方各自的准确率 那么随先开枪 随后开枪 完全靠杂旧 假设这三位都是绅士 完全要按照这个规则来 制定好的规则来 那么 这时候 要问大家 如果这三个人脑子都非常清楚 都是非常冷静的战略家 非常 冷静的算明白这里边的 他各自的风险和收益 那么 请问 他们各自的存活概率有多少 这个大家可以把这道题记下来 也就是 第一 甲 100% 乙 80% 丙 50% 这三位互相都明白各自的准确率 也就是实力的差异 但是呢 在这样一个三角结构中间 当三方各自先开枪 后开枪的概率是一样的情况下 那么 这三位的 各自的存活概率 请计算一下 这个时间关系 因为咱们课堂上 这个 时间总体比较紧 所以就不让大家花时间算了 大家别看这么简单一道题 这其实 里边要用到的数学知识 高中就全搞定了 但是它是多主体认知逻辑 在90年代发展出来的 美国的多主体认知逻辑里边的一道应用题 正确答案是实力最弱的那个 它生成概率最大 居然超过了50% 它的生成概率是90分之47 我印象中 应该是90分之47超过了50% 然后呢 实力居中的那个老二 它的生成概率最小 大概是90分之16吧 好想起来感谢你可以算一下 那这里边我们要讲 就为什么这个实力最小的中国 在这个大三角的游戏中间 所获得的结构性的安全和庇护最明显 也就是说中国无论它干啥 它本最终都不会受到惩罚 它原因何在 这里边是较小威胁特征 就是它在假的眼里 这个丙对假的威胁 要明显小于乙对假的威胁 同理反过来 在乙的眼里 丙对乙造成威胁 要远小于假对乙造成威胁 正是由这样一种结构性关系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美国的麦卡扫将军 他在朝鲜战争的时候 曾经有过去迷言 说对中国在朝鲜开战 我们跟中国人在朝鲜开战 这是在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地点 跟错误的地点打的一场错误战争 他讲这个话 不是因为说打不过中国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意思就是说 我真正重要的敌人是苏联 而我不能在朝鲜这个半岛上 跟中国人纠缠下去 这没有意义 是这个意思 那么所以呢 大三角的逻辑里边 最国际关系的逻辑里边 中国以前获得了一种结构性的庇护 所以获得了行动的自由 那我们可以先联合苏联进攻 或者对抗西方 然后呢 后来又联合美国 对抗苏联 而不受真正的实质性的惩罚 原因就在这样一种结构性的优势 那么今天俄罗斯 也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了这样的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前两年就在前两年 中美的贸易战打得最难解难分的时候 普京曾经很得意的公开对媒体讲 说这个坐山关虎斗这个说法 是不是 他公开讲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想他发动俄乌的这样一个冲突 他可能跟这样一种结构性的 安全的认知有关 但注意 这是在传统国际关系视角 而不是在今天这个世界 今天这个世界 我主张的是要从世界政治的逻辑去理解 那么从传统国际关系视角呢 我们看到后来冷战结束之后 中美的作为冷战的胜利同盟 事实上双方虽然没有签盟约 但实际上存在一个联合的关系 一块对付苏联 那么苏联垮台之后 本来历史上 几乎各种胜利同盟 一旦共同的敌人垮台 那双方都要开始奔道仰背 但实际上由于中国的韬毁 这样一个胜利同盟的瓦解的规律 它发挥作用 大大推迟 那么到了2008年之后 金融危机之后 那么中国韬毁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心态 都出现了一些变化 或者至少在美国人眼里 你不可能再逃回了 我已经看到你了 你个子越来越大 那么所以呢 最近这十年 我们看美国的一些学者 提出修学底德陷阱的 安德森教授 他到人大来讲座 我还专门主持过 他还仔细地纠正我 关于修学底德陷阱的 发音 修学底德陷阱 那他就主张说 中美已经恐怕不可避免 我们就掉进了修学底德陷阱 当然他并不是说 主张中美必有一战 就是这个简单的意思 那么美国学者 尤其是现实主义学者 整天在讨论修学底德陷阱 讨论中美之间的 这个所谓争霸的问题 这是从国际关系角度 从传统国际关系角度 那我们看到 中国的确是 现在已经取代当年的苏联 成为跟美国在综合国力上 相提并论的两强之一 那问题是 如果我们跳出刚才我们讲的 这种传统国际关系视角 而且看看世界政治 那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主要矛盾 恐怕就不是中美关系 今天世界主要矛盾是什么 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阵营 与反全球化的保守民粹阵营之间的 一种政治冲突 理念冲突 而且这种冲突 它发生在哪里 首先不是发生在俄乌战争上 俄乌战争也只不过是这种 这种两大意识形态 法国阵营 所以刚才我们就国际关系的时候 叫international 这个世界政治的冲突 它发生在什么 叫transnational的阵营 就许多国家中间 每一个土豆里边 有一半浸在水里边 有一半还在 落入在外边 浸在水里那边 已经跟整个这个锅里边的汤 其实都已经串味了 上边 落入在上边的 还是什么 还是活轮个儿 相对活轮个儿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锅里边的 这口全球化大锅里边的矛盾 可能跟我们想象的 土豆跟土豆之间的碰撞 不是一回事 而是还处于固体状态的 上半部分的 每一个土豆上半部分 跟处于这个土豆牛状态的 甚至是液态的 那个下半部分之间的矛盾 那么我们看到 比如说民调 民调显示 How concerned are you about tual community being hung by climate change 你的社区 在多大程度上 受到气候变化的伤害 那么拜登的投票人 里边百分之六十六 是认为非常严重的伤害 还有百分之二十 认为多少有些伤害 那加总起来就是九成 百分之九十的拜登投票者 会认为气候变化是个大问题 伤害到我们这个社区的利益 或者非常严重伤害到我们这个社区利益 那特朗普的投票人会认为 这简直就是个胡说八道 是吧 百分之二十五不怎么在乎 百分之五十一根本不在乎 说这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什么错觉 或者就是一个谎言 谁的谎言 特朗普公开说 气候变化 这是谁的谎言 这是中国人的谎言 是中国人编造出来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中国人在这个买卖上 非常有优势 中国人非常希望 能够带着全世界一块玩 这个减能减排 好赠全世界的钱 那么实际上很尴尬 我在2005年 06年 07年的时候 我当时在欧洲 0607两年我在欧洲 我在欧洲 在欧盟委员会旁边 办过参与 就作为中国主办方的 这个派出人员 办过中国在海外的第一家智库 那么当时我给国内写过一份报告 其中就提到 说欧洲人这么如此疯狂的推广 这个气候变化呀 这个议题是吧 这是什么 这是欧洲人的阴谋 为什么 什么什么原因 政治上什么原因 经济上什么 产业上什么原因 那么跟特朗普的一个逻辑 其实非常相似的 只不过过了短短10年之后 特朗普拿同样一个逻辑来指责中国 那么同样我们在其他的 比如关税问题上 你会发现 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个态度完全相伴 那么今天共和党已经变成了一个保护主义政党 所以以前共和党是大老党 是资本家代表 民主党以前是谁代表 以前民主党这里边有工会的势力 可是在08年进入危机之后 我们发现他们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擦肩而过 尤其是特朗普 2016年当选这个过程中 特朗普把白人中下层 从民主党阵营带到了共和党阵营 所以他们两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巨大的分歧 它已经变成什么 民主党现在代表的是全球资本 全球化代表的是全球 你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也好 我相信在座各位 今天在线上听我分享的各位 会议室里边的各位 你非常容易受到哪个阵营的影响 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在新的舆论 反正是你在国际上受过 能够讲 对我们中国人来讲 你如果讲比较流利的外语的 尤其讲比较流利的英语的 在英美待过的 或者在欧洲待过的 然后呢 你这个出国比较多的 从事媒体行业的 或者在跨国公司工作的 或者在主流的 著名的大学任教的 那非常容易就是 至少在不同领域中间 接受新自由主义的一些理念 并视之为真理 视之为真理 视之为价值 是value 不允许讨论 不允许辩论 是吧 那它这个背后是什么 政治正确 那反全球化的这个背后势力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阵营 它背后是由全球跨国公司来支持的 然后呢 通过全球的教育网络 和全球主流媒体阵营 来进行传播的 是吧 这么一个强势的 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 所以 这种全球主义意识形态 虽然在理念上是反马克思主义 但是它在话语结构上 其实是跟马克思主义 当年的这种 马克思主义是高度一致 你仔细体会 虽然在观点上 明确观点上 许多的政策相对 但是 它在逻辑上跟马克思主义 具有非常大的相似性 非常有趣 它都是全球主义的 而且呢 通常 都容易被反对者批评 为是什么 是犹太人的阴谋 而反全球化的是什么 它背后也是一个国际性的网络 它在背后的国际性力量是谁 是宗教使用 尤其是全球的各种教派 各种流派的宗教使令 最典型的教皇 然后呢 东正教 然后呢 基督教 比如福音派等等 各种流派的基督教 他们在背后 支持这个反全球化的 保守的 民粹的 甚至带有种族主义的 这样一个阵营 那这个阵营中间随时跑 表面上看 是特朗普 但其实真正的核心 是普京 那么这两个阵营 你仔细看 它是一个全球性的跨国性的阵营 那么他们之间 正在发生剧烈的 这样一个冲突 这个冲突 除了在欧冲突中间表现 还有在美国的大选中间 在欧洲的大选中间 甚至在跑到亚洲的一些国家中间 都会有所表现 这种巨大的分裂对抗 完全价值观 完全是两回事 那么世界政治两大动力 一个就刚才我们讲 这个锅 锅里边有水 锅下边有火 这个水就是市场 火就是市场 世界市场背后 是资本利润最大化 和人们 土地 就是人类啊 全球八十亿的现在 土地享乐的 世俗欲望的面对 这个是 大家仔细去体会一下 这个东西 它根基于人性 人性 对于人性是多面的 人性不是单一的 但人性中最普遍的 绝大部分人 生活在世界上 他希望能够改善生活 希望活得开心一些 贪图享乐 想要挣钱 有了钱就可以 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世俗的欲望 那么满足更多世俗欲望 这些力量背后 这些力量被全球资本所利用 以实现它的利润最大化 从而形成了我们经体 过去这五百年来 所谓广义全球化的世界市场的 背后的原动力 这个动力非常强的 那么 但是呢 我们说还有一种力量 也非常力量 那就是我们人类的认知 人类认知的时候 他世界思潮 是吧 绝大部分人呢 他没有那么大的原创的思想 也没有那么大原创的定力 他会受到别人的引导 他需要认同一个社会 他不是个体啊 他需要认同一个社会 认同一个群体 那么对思想改造最大的 首先是宗教 文化 是吧 一种社会思潮 然后呢 还包括我们这些知识分子 创造各种概念 那么包括媒体 是吧 来传播这些 极少数思想家所创造的概念 然后让他把它变成世俗化 是吧 然后变成日常生活化 从而塑造人的认知 反映不同群体人的诉求 这里边也有利益的问题 是吧 反映他的诉求 情感的诉求 利益的诉求 然后呢 最终塑造 我不同国家的制度和政策 所以这里边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是 那么当今世界上 比如说刚才讲的两大阵营 全是来讲 跨国阵营 民主党 美国的民主党 加上欧洲的主流政党和欧盟体系 他们是构成了什么 全球化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阵营的主要势力 是不是 主要一个板块 而另外那个 那么这个板块 它背后最大的原动力是什么 就是全球制度 所以你会发现 俄乌冲突过程中 突然之间 这个这个 霍鲁叶春风来 一下子 发生了在短短的一两个礼拜之内 在二月底三月初 短短的两个礼拜之内 你会发现有 数千个制裁 这些制裁 只有少数是由美国政府直接实施的 或者欧洲政府实施的制裁 大量的制裁是什么 是各家跨国公司 而且还有什么呢 在这个舆论动员之下 和人际关系动员之下 恨不得这个体面人 就在国际上走得开 吃得开的这些体面人 无论他是搞媒体的 还是搞国际非政府组织的 还是搞什么 这个这个比如说足球运动的 大家发现他们都会被动员去 不管他内心愿意不愿意 他都应该要表态 我要制裁我的事 这变成一种全球性的 这个圈子里边的政治正确 什么原因 就是这种由资本所控制的 然后全球的 全球化的这个场域形成的共识 它背后是有这个世界资本体系的 或者世界市场体系的这样一个 但是以至对抗的 你会发现 比如最典型的 这些世界尤其基督教世界的宗教领袖 他们怎么表态 大家可以看 非常有意思 他们有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 他们有没有把普京定为十恶不赦之人 根本没有 那你再看看福克斯新闻 美国的福克斯新闻是主流媒体中间 几乎是唯一的最主流媒体中 几乎是唯一的站在共和党那边 MARGA派 他是MARGA派的传统通 那MARGA派他怎么说普京 怎么看待邮冲通 完全另外一个逻辑 另外一个叙述逻辑 是吧 大家感兴趣可以看看 比如说这个他那个这个福克斯新闻的这个卡尔森秀是吧 福克斯新闻的卡尔森秀他在讲述北溪那个管道被炸的时候 他公开讲说普京不是傻子啊 普京干嘛要做自己的这样的事情是吧 大家感兴趣再看一下最近意大利当选这位女总理 这位女总理我看到最近在微信群里边广微传播 中文微信群里边广微传播那个演讲 是吧 你会发现他的那段演讲 他上台那段演讲 非常经典 我相信会将来会成为经典 这个他的演讲中间 讲到是什么 是说你看这个世界市场体系背后 是吧 这种新自由主义者 全球主义者背后 那么他们在 推动要改造我们 他说你不是一个母亲 你不是一个女儿 你不是一个女人 你是什么 你是父亲 假父亲乙 是不是 你是中性的 他要抹除掉我们身上背后的宗教 民族 家庭的身份 性别的身份 是吧 他在他在鼓动对这种新自由主义者全球化背后的白左文化 和政治正确的这样一个反思和批判 那么你会发现这位新的所谓的极右翼民粹主义的逆总理 那他毫无演技 全是情感 是不是 而且把他带有一种反全球化政治哲学的这样一种话语 一下子置入到他的听众的人心里边 这是非常高水平的这个政治家 政治鼓动家 是吧 所以他据说只有中专文化水平 但是我相信他这个 把他的作为一个母亲 作为一个女性的情感 和一个基督徒的情感 和这种巧妙的政治动员结合在一起 进行鼓动 是吧 所以你会看到特朗普是不是这个风格 是吧 然后呢 欧洲的法国的勒庞 勒庞在今年五月份的大选过程中 在第一任选举中跟这个Macron 跟全球资本所支持的资本集团所支持 打造的 资本集团选中的年轻人之后 用三年就把你从政治素人塑造成政治领袖 非常快 只要你被选中 那么问题是 这种大众动员 在这样一个自媒体时代 他们能够跳出传统主流媒体 资本所控制传统主流媒体 进行大众政治动员 那么结合宗教的阵营 结合这样一种 是吧 深入明星的 讲人 所谓讲人化的这样一种 一种 这种宣传体系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整个世界非常分裂 美国严重分裂 其实其他许多国家 也都非常 越是深入 卷入全球化 越是分裂 那么除了在 这个 美国 是吧 反全球化阵营里边 当然有普京了 我们许多人都说 这个特朗普背后是普京 是吧 他们之间的关系 可以追溯到1987年 那么实际上我也专门问过 普京的手下这个事 那么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还有谁 还有谁 你会发现印度站在哪里 别忘了目的 它跟宗教势力是什么关系 还有这个巴西 它是什么态度 巴西的所谓右翼领导人 波斯伦娜 是吧 它是什么态度 还有全球的这个 越是跟这个宗教传统价值观有关的 你会发现在俄乌冲突中 站的阵营是不一样的 全球化怎么来 我们再解释一下 这个全球化怎么来的 本能全球化 所以我们要探讨 今天就必须理解这个历史 怎么一步步过来的 那么我们现代社会科学 比如尤其最典型的 在过去一段时间比较流行的经济学 搞经济学金融学的人 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 就是忘记历史 因为在他们眼里就是 我拿数学一计算 全明白了 可问题是数字本身非常容易被操纵 数字本身就是一种人为的加工物 你操纵了数据之后 你得出了结论 采检数据之后 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本身就非常的浅薄 那么一定要拉长我们的视野 所以我们要理解 今天这个世界怎么来的 就必须往前倒 那么倒的时间太长也不行 那我们至少从本轮全球化 刚才我们讲了500年广义全球化 从大航海时代开始 那么一浪一浪往前走 中间最近这个全球一体化的浪潮 最近是什么 79年开始 本轮全球化 大家听说过有个词吧 叫There is no alternative 简称Tina 以后各位跟国际同行在探讨 在这个跟国际同行探讨 这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时候 你直接就讲Tina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讲出这个Tina来 说明你是有文化的 有理论素养 这就是萨切尔夫人的名言 他讲的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这个市场经济 是唯一这个有效的提醒 苏联为主导的计划经济体系 它是不可能成功的 内在是低效的 最终是要崩溃的 萨切尔夫人在1979年公开喊出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这样一个口号 简称Tina 那么第二年 里根总统上台 所以从大概是79年开始 首先是英国 也就是恩格罗萨克森家族 上一代的帝国 然后是新的这个帝国 是吧 英美之间什么关系 英美之间 它本来就是一家者 是吧 它相当于在我看来 就是相当于中国古代的 西汉东汉的关系 这个老术发先知 是吧 英美之间的关系 那么英美两国 当然西汉东汉是纯绪关系 但我是从霸权意义上来讲 是这个 从帝国意义上来讲 是新旧帝国的关系 那么英美两国首拉着手 向全世界推广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那这些问题来了 现在何处 英国在实现了帝国梦之后 他们开始搞自由主义 原本是搞中产主义的 后来他们搞自由主义 因为他已经跟全球市场力量 合为一体了 是吧 在过去五百年 这个海洋帝国海洋 把权 它本身 就 它为什么强大 它强大就不是他一任在战斗 而是他背后有什么 全世界各个地区 互相难以沟通的这些族群 但是所有这些人类 都有人性 这个人性 或者人性的一部分是什么呢 他要追求美好生活 他想吃到更好的东西 他想穿更漂亮的衣服 他想获得更多的钱 更多的黄金白银贵金属 是吧 那你作为一个全球海洋霸权 你扮演了一个角色 是帮助各个区域链接在一起 你提供了这样一个交易网络 那么所以整个这个体系的 这个network的力量 就赋予你巨大的力量 你一个小小的岛国 就可以战胜几个大陆 是吧 你把欧洲大陆玩弄于鼓掌之间 你把这个 整个欧亚大陆 分而止之 你把整个这个比较弱一点的这个非洲啊 是非洲啊 美洲啊 直接刮分啊 直接这个屠杀 你就具有了这样一种伪力 其实不是你自己这个 这个岛上的人有多那么厉害 而是说什么 你这个时候跟整个世界体系同媒体 英国人提出的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这样的理念 是吧 那么亚当斯密亚等等这些东西 后来就就就变成了理论化了 是吧 那么美国人从1979年开始带头搞新自由主义 新债合作 New Liberation 这个New 新债合作 时间关系我们不多展开讲啊 这个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区别 就是以前的 英帝国时代的自由主义 它背后的资本是什么 是产业资本 而新自由主义背后的资本 就不再是产业资本 而是全球金融资本 是华尔街 是伦敦金融城的力量 那么他们强调的除了是减少关税 贸易放开 是吧 产业资本的全球投资 减少管制 小政府 越小的政府就越好 等等这样一些 自由主义的传统理念之外 它还有一个更新的东西 就是代表金融资本的诉求 要求资本项目放开 你的 你的资产市场 资本市场 都包括房地产市场 股票市场 货币汇率市场 你得允许我炒作 这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的诉求 那么新自由主义的生活版 里边包括白左文化和政治正确 是吧 就是它的民用版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能够直接体会到的新自由主义 而不是教科书上的 而不是那种 这种大而上的理论著作中的 新自由主义 它其实就是白左 这个白左不是真左 跟马克思主义是史敌 其实你仔细体会 它跟马克思主义是史敌 是行左实右的东西 因为它背后代表资本 代表 其实本质上最后 还代表的是有钱人的东西 跨国公司的国际雇员 跨国公司的中高层 这个群体里边 是白左文化最早的酝酿之所 时间关系 大家感兴趣 可以看看我的有一篇文章 分析白左文化怎么来的 然后白左文化 它一直同时 它塑造了巨大的一个 政治正确的压力 因为为什么 全球主流媒体掌握在 全球资本手里 然后全球的非政府组织 也是全球资本来供养 全球主要的大学 主流的这些大学 英美系的这些主流大学 这些大学的毕业生 你需要去哪里工作 不就是到全球跨国公司里边工作吗 所以如果你这个大学 比如说中国人民大学 我们大学培养出来的人 身上的味道跟白左那套东西不一样 你喝的有盐和文化 比如说盐的那种精神 那你跟那个白左文化不一样 所以我们会发现 政治正确白左文化这套东西 会在除了在跨国公司里边 还在什么 还在全球主流媒体和全球的主要大学里边 会非常的厉害 西方学者眼中的四大代表人物 在90年代有不少西方学者 他们在讨论说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一轮 因为苏联垮台了 果然垮台了 十多年之后垮台了 提出Tina之后苏联果然垮台了 好了苏联垮台之后 大家讨论说这个新自由主义 这波浪潮四大代表人物都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流行过 是吧 头两个代表人物非常明显 英国的萨切夫人 美国的里根总统 那么还有两位 居然有好几位 好几本经典性的代表性的著作 把我们的小平同志 居然列为新自由主义的代表 当然这是人家的看法 是吧 那我们认为什么呢 这种说法不一定 就不太恰当 因为我们不承认自己搞新自由主义 为什么 实际上小平同志所开创的 他个人 不光他个人 他还跟他的一帮 第二代领导集体 这帮老同志所开创的 改革开放 是吧 他不完全是新自由主义 在中国的这个对应 他不完全是新自由主义 全球化在中国对应 当然是借了那个东风 也就是说 英美恩格鲁萨克森家族 在79年提出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这样一个口号 坐庄的 拉一波大行情 第一根阳线上 咱们叫什么 all in 是吧 咱们叫满仓杀入 但这个满仓杀入的时候 我们不是那么傻乎乎的盲从的 而是择善而从 择其善者而从之 择其不善者而弃之 辩证实测 大家可能还记得 我们小时候都学过 什么叫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就想办法整 搞钱 是不是 这个搞的钱 主要是搞什么 搞美元 然后呢 两个基本点 一个是坚持思想基本原则 一个是坚持改革 坚持改革开放 就是要跟他们进行连通 坚持思想基本原则 就是我跟他连通的过程中 我不能被他改变了 我不能被他 我这个土豆 不能被他阻烂了 那么在开放中间 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坚持中共的正确领导 坚持马列嘴毛东思想 当然这在 这个八九十年代的语境中间 这样四个坚持 坚持四个基本原则 那么与此同时 我们要坚持改开放 两个基本点 这开放的过程中 你会看看 回过头来看 我们开放了贸易 你要跟我做买卖 我会进行一定的补贴 是吧 出口退市啊等等 是吧 汇率啊 我把汇率压到低位 相对低位 相对有助于出口的位置 你要到中国来做买卖 FDI 外商直接投资 就是什么叫直接投资呢 就是你到我这国家来投资 但你不是来炒我房子 炒我股票 炒我汇率的 你是来真正办厂 开店 雇人的 有日常经营的 这叫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贸易和FDI 这都是实体经济 这都是有助于在中国 创造就业 创造产出的 那我举双手欢迎 我不但简单的欢迎 我还提供各种补贴 来鼓励你到中国来 但是如果你是来 金融投资 是吧 你来炒我的东西 那不行 严防失守 如果你想到中国来办媒体 或者互联网 对不起 严防失守 中国的媒体对外资开放 非常少 是吧 还有 政治 我更不听你那套 是吧 注意啊 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 也有它的诉求啊 这是所谓的这个选举制度 它把所谓的民主 简化成是吧 偷换概念就变成了 它的那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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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途选制度 实际上 你去看真正这个世界的民主制度 它是非常多元化的 你要实现 人民当家作主 实际上 制度 制度安排 从学术角度来讲 真正这样的具体制度安排 是必须要考虑不同国家的 民主构成啊 发展阶段等等 但他们有意的把它简化成了 你必须搞自由民主 自由民主就放开媒体 然后 自由选举 是吧 搞两党制 多党制 普选 这是一种非常简化的做法 实际上是 也是他们的失货 但是我们坚决解决 那么恰恰是中国和美国成为全球化的两大赢家 这个右下方啊 这个我们讨论了资本的循环 华盛顿和华尔街 是吧 他们把钱用金融投资方式投到了 主要是什么 自己的小兄弟呢 有自己有驻军的地方 包括欧洲 西欧主要是 然后呢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当时中国香港 是吧 在冷战时间还是 英国殖民地 中国台湾 实际上是在他们的军事与异的这个这个 屁股之下 所以呢 这些地方 是他们能够所谓搞得定的地方 政治上 安全上搞得定的地方 所以他们的这个资本产业敢转移出去 转化成他们对那些地方的股权和债权 然后呢 这些地方发展起来之后呢 从92年 小平公司男性讲话之后 我们在政治上讨回 在经济上 我认为小平公司非常了不起 就在人生最后一把 南巡之后 搞了一个什么呢 搞了一个 我认为是吸星大法 是吧 就是把 欧洲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等等这些地方的产业资本 吸过来 吸到了哪里 吸到中国大陆 东南 然后呢 这个钱吸过来 他的资本金 FDI来的资本金带来美元吧 或者是跟美元挂钩的港币吧 然后 又 搞出口 又挣来很多美元 所以我们把这些 无论是资本向下 还是经常项目下流入的美元 又通过购买国债的方式 又流回到了美国 以及欧洲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资本循环 这个资本循环中间 我右手招商引试付出的利益率 在10%以上 就老外在中国挣了很多钱 除了有金银收入之外 还有资本升值 还有汇率升值 而中国投在美国国债里边 更不用说欧洲国债 日本国债 欧洲日本国债都是负利率 然后呢 投在美国国债中的收益率 也非常低 平均只有2% 那么你考虑一下这两边一进一出 是不是这个局越做越大 越大我们赔的越多 每年赔多少 是吧 取决于你的算法 但是肯定是两三千亿美元 最起码 那么这个钱 每年两三千亿美元 相当于我们平白的 给这个世界资本体系中的资本 包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 让他们挣 从我们身上 从这个大循环中间挣到了何切 全球大循环中间 败循环中间挣了很多钱 我们出了苦力 我们牺牲了环境 我们牺牲了居民福利 是吧 我们有了几千万的 这个农民工 是吧 这个 几千里路 是吧 离家千里的这个农民工 是吧 牺牲了 那不就牺牲了家里老人和孩子的福利吗 来换取了 在这个游戏中间 我们实现了什么 其实我们实现的 不是说挣到了多少美元 而是实现了产业 迅速向中国积极 所以我们今天成了全球化的赢家之意 那美国为什么愿意搞全球化 跨国公司 这里边有五大理由 第一是跨国公司跟华尔街控制了美国内政 也就是 这个事情 全球化这个事情 它不一定符合美国所有人的利益 但它主要符合美国跨国公司 和金融资本的利益 第二 1971年 金本位 尤其是金汇对本位 71年之前 所谓的布列顿生理体系 是美元跟黄金挂钩 黄金 美元跟 黄金跟 美元跟黄金挂钩 然后其他所有货币跟美元挂钩 所以呢 其实是这个 美元的信用来自于 它背后的黄金储备 你拿的一定量的美元 是可以去怼黄金的 71年之后 黄金窗口关闭了 一个中关闭了 黄金窗口 所以呢 从此之后 整个货币体系 它开始自由浮动了 而且印钞票可以随便印了 印钞就可以换体系中的一切要素 第三呢 高通胀压力 产业外包 就可以降通胀 第四呢 外包豆腔都是有助金的地方 所以呢 当时在这个决策者心目中 政治和安全是可控的 他认为好处很大 但是呢 我风险是可控的 第五呢 他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好处 是吧 这个我们有位同行 这个当时中美关系 还没有像现在这个样子的时候 他问过这个CIA退休的领导 说你们当时为什么 怎么考虑的 当时为什么做这样的决策 允许这个产业对外转移那么多 美国人也很实在 说当时啊 我们六七十年代 美国闹学潮工潮 那么闹学潮 要瓦解青年学生的 反资本的 是吧 反建制 反资本 反政府的这样一个 反战的这样一个政治一致 那重要的是什么 通过毒品 通过有意识的 用毒品和这个性混乱 来腐化它 还有一个是什么 对付工潮 那就是什么 把产业包出去 转移到亚洲 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这样的话呢 腹底抽信 你工会 你就组织不起来了 那你工会不老实 不老实我厂子就搬走了 生产环节搬走了 那么大家看看这里边 这个刚就是我 我这个上述的五点 我都有相应的图表数据来支持 简单看一下 我让博士生统计了白宫 历年来 在这个冷战以来 是吧 或二战结束以来 30位 不历届政府 30位顶级高官中间 来自华尔街的 你会发现 总体上是往上走的 最夸张的是 克林顿第二任期 里边接近六成的人 居然都是华尔街的人 华尔街的搞投行的 炒股票的 搞投资银行的 做交易的 这些人居然成为 不光做财政部长 然后还成为什么 贸易代表 成为什么商务部长 不光是如此 甚至还有其他的 什么国务卿啊 等等这些官员 居然都来自于华尔街 那么在60年代 70年代的时候 什么叫美国国家力 大家心目中 一下子想到的 比如说我现在问你 什么叫中国国家力 哪些事情 处合中国国家力 今天经过中国媒体的 这样一个发酵 可能有不少人会认同说 什么事情有利于 华为重生 是不是 那就是中国国家力 什么时候 你把我们的芯片搞定了 我们华为重新开始打卖了 是吧 创造很多的 给普通家庭的孩子 给那个军工妻子的 这个优秀毕业生呢 重新创造百万年薪的 几千个几万个 百万年薪的岗位 是吧 华为这样的公司能够活 那就是符合中国国家力 那当年美国 在60年代的时候 70年代的时候 他们会认为 什么叫符合国家力 就是有利于 这个 通用公司的 就他们把通用 这样一个全球产业霸主 这样的国家 这个企业 就视为美国国家力的代表 可是到了 80年代开始 悄悄的 这个事就变了 什么是美国国家力 什么东西有利于 华尔街挣钱 那就是符合我们 美国国家力 当然这个事 巅峰就到什么 08年金融危机 08年金融危机之后 华尔街在美国民众 美国社会 包括金融中的 心目中的形象 一落千丈 那么 1970年之后 印钞可以换其其中一切 是吧 这个先看右标这个图 右标这个图是 1970年以来 美日欧英四大央行的 资产负债表的规模 也就是说 通俗的讲 通俗的讲 就是他们一共 一共印了多少基础货币 我们日常生活中 你说你有多少钱 我有多少钱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我们通常指的是 M2 你这个所谓有多少钱 一般不会指 你的资产 而是指什么 可使用的流动性资产 你现在手头有多少钱 甚至银行里面存款 或者股票 债券 这种比较好卖的 流动性资产 有多少 这个是什么 这是M2 但是我们这儿说的是什么 是MB Money Base 基础货币 也就是说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M2 那个东西是由商业银行创造出来的 就像那个 勾兑出来的酒 但是原浆 这儿我们讨论的是原浆 基础货币就变于原浆 原浆跟勾兑出来酒之间 可能是1比4 1比5 甚至1比1比10的关系 启决于货币乘数 这儿的原浆你看看有多少 大家记住这么几个数字 1971年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900亿美元 到了2008年 71年900亿 08年9000亿 恰好10倍 30几年 37年涨了10倍 那么到了2014年 2014年之后到2022年 现在此时时刻9万亿美元左右 前段时间那个进行了一点缩表 现在是8.8万亿 8.9万亿 之前到了9.1几万亿 9.2万亿 也就是说 这71年到现在 这50多年 它扩张了多少倍 51年扩张多少倍 扩张了100倍 它的符合增长是怎么样 你会发现2008年之前 它的符合增数 就是1加上0.06的37次方 等于10 就是它通过每年加一百 平均大概加一百分之6.5的 百分之6.5的钞票 来扩张这个经济 扩张这个货币基础 那么它经过了三十几年之后 扩张了10倍 可是金融危机之后 它只花了十几年的时间 14年的时间 就扩张了10倍 它的符合增数达到18% 那么所以我生活 我在其他的演讲同学经常讲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美元体系 或者说这个无毛货币体系里边 在这个体系里边 我们一定要注意 劳动者 储蓄者 他永远无法发财 永远无法过上真正的好日子 因为大量的劳动成果会通过这样一种 普通人难以理解的方式 其实就是广义的助币税 或者通胀税 最终它会体现在商品和资产的这个价格的变化中间 所以这个变化 它不是一直现的 而是波动 所以你会发现 它是一个加速上涨的 那么我们在左标那个图呢 取了LN 取LUN 取对数 对数坐标 对数坐标之后 所以这有个波动 这是因为统计口径的原因 所以我把这个英国央行的 这个欧洲央行的加进去了 如果前后的数据是一致的话 你会发现它几乎匀数的 取了对数之后 你会发现它几乎匀数的往上涨 换言之后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泡泡中间 这个泡泡里边呢 有几个流氓 英国 日本 美国 欧洲 四大央行 拿着这个打气筒 忘你吃吃的冲气 冲气的过程中 它把里边真实的价值悄悄偷走 溢出来 把气冲进去 那么 把里边的血汗给凑走 冲进去的速度 是如此之快 而且它存在一个加速度 每年冲进一些加速度 以至于你看起来这个球 球的球起的扩张好像是运输的 那么产业外包 是吧 我们看到70年代的时候 当时存在高通胀 80年代初的时候存在高通胀 所以它当时愿意搞产业外包背景 就是他们受通胀之后 注意 最近 英国 美国的通胀又起来了 外包对象都是有助金的地方 然后呢 血潮和工潮 外包可以削弱工潮 所以我们会看到 这个 美国的这个工会势力 在进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通过产业外包 工会势力被巨大的虚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